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新赛季非班必选的八个英雄 学会了助你脱离苦海 对抗路基小满 S31赛季的版本质值 至今热度依旧不减 巅峰赛班率高达恐怖的66.61% 胜率达到了56.46% 基小满的连招非常多变 能够根据场上局势打出不同效果 一级技能可以群控鸡飞 一级技能贴身连人肉搏 二级把敌人踢飞 关键的时候还能救一手队友 二级无敌进场或者撤离战场 剩下二级机小满的强度 就可以碾压大多数边路战士 线上打出优势后 就可以通过频繁的转线 把经济迅速拉起来 后期搭配闪现进场 去敌方的脆皮手机 简直易如反掌 打一位赵寒珍进 赵寒珍控制坦度和切C能力兼备 而且大刀能够吸收飞行物的伤害 并转换为对敌人的伤害 这样的机制官 简直是射手和法制的恶梦 最近的一波调整 第二下俯空也可以回血了 这就意味着 他的回复能力和持续作战能力 又得到了压强 团战时 利用一技能搅乱敌方阵型 再用大招帮队友吃一波关键伤害 形成反打 这样的脚屎棍打野 就问你们爱不爱 竟从上线以来 热度一直保持T0 六神双的剑大招都不用开 一套EA 2EA 就可以轻松抬走脆皮 而且前步角 进入又得到了一次加强 不但降低了飞雷神的操作难度 在大招范围内 还能享受20%的免伤 进一步提高了团战的容错率 输出又高 又能扛伤 简直是所有打野英雄 梦寐以求的强度 中路 海悦 沈墨西 海悦在高端渠 一直是非班必选的中路英雄 大招可以为自己提供高达50%的免伤 团战的时候 把对面的关键开团英雄 或者是因为拉进小黑屋后 可以直接断掉敌方进攻节奏 尤其是遇到对面选出寒线 露娜这种突进型刺客 又或者是对面选中皇 这种压制型英雄 反手一波海悦 可以起到非常不错的限制效果 那我们沈墨西 之前也讲过很多次 在官方对他二技能 进行了一波调整后 直接将他的机动性 拉到了此时级的高度 同时日暮之流的加强 算是让沈墨西 彻底吃到了这波红利 一技能打人更疼 算是一定程度上 解决了当前做出魔抗装后 打不动人的问题 后期再配合虚无法障 即便是再弱的前排 也经不住他的消耗 File 戈牙 那戈牙的命运 可谓是一波三折 但是兜兜转转 现在终于成了 File 稳定商负的英雄了 戈牙人民射手 可以说是 极万千优点于一身 在对线强度上 火腿的T0级别 前期在线上 多利用自己一二技能 可被动拉扯 有人优先打人 戈牙定位是一名 节奏型游射 在有线权的情况下 可以利用技能跑步优势 疯狂去转线发育 后期超强的机动性 便于他打拉扯和自保 六纯装后又有爆发 再加上他的大刀 不但可以限制敌方走位 还能为队友 提供更好的输出环境 有走位张飞孙病 张飞可以说是 最万金油的辅助英雄了 几乎适配任何阵容 不管是坦野战鞭 还是野河坦鞭 用他都能打出 不错的效果 张飞自身不吃荆棘 就有非常高的坦度 同时二技能 还可以为队友加护盾 所以在保护后排 先手开团 和在前排吃技能 扛伤害方面 都是一把好手 孙病就不用多说了 现版本妥妥提琳辅助 由于上个赛季 激紧阵营装备加强 在搭配上新装备 续出光的保护效果 直接让他从一个存在感不强 变成现版本最抢手的辅助 班会上也是预定了 豪华小叠数 在团战中 孙病大招沉默 配合二技能台速加血 可以说是把拉扯 做到的极致 虽然很多小伙伴更偏爱肉服 但是假如自家阵容 机动性比较差 比如打野 点尾 凯这种 选一手孙病 能提高抓人的成功率 又或者是配合西施 哥亚这样的法师和射手 也能打出相当不错的 抓人和拉扯效果 单从这一点来看 孙病是完全不输肉服的 那么大家觉得 还有哪些好用的上分英雄呢 快来评论区告诉我吧 看牙688 每晚去礼拜 咱们不见不散